本集节目由永峰金控冠名赞助 翻转金融共创美好生活 以新闻开启国际视野 永峰金控与您一同掌握全球脉动 大家好欢迎收听联合开炮 我是郭重仁 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 率团访问中国大陆 已经结束回到台湾 这一次访问受到大陆 非常高规格的接待 热烈的欢迎 但是也在台湾引起蛮大的争议的 我们今天访谈的来宾 就是水团的亚太基金会的顾问 赵春山教授 赵春山你好 你好 主任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好我想我们就直接破题 因为这一次大家最瞩目的就是 2月10号的时候 现在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王沪宁在人民大会堂 接见你们一行人 王沪宁马上3月的时候 就会变成政协主席 他也是对台工作小组的副组长 实际上负责对台的工作 你在那个场合 你觉得王沪宁所要传递出来的讯息 或者说他现在 他所谈到的大陆对台政策 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是我们特别要注意是哪些事情 我想他传递的一个讯息 就是宋涛前一阵子在新年纪役里面 讲了几句话了 也就是希望两岸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 其中尤其最重要的是 两岸要维持一个和平的环境 那双方共同发展 能够合作共赢 我觉得他是要传递这样的讯息 可是他跟过去 我了解的 设台工作领导有不同的地方 基本上他是非常的积极 也就是习近平最近谈到的 要采取主动 要牢牢握住两岸关系发展的 主动权跟主导权 那当然因为这个形势 内外形势的不同 那么 王污林他本身 他是学者 出身 那么三朝元老 都是他们叫国师 在江泽民时代 三个代表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官 还把习近平的所谓 新时代习近平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些论述 听说都是出自他的一些观念 或者出自他的说明 所以但是他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他展现的是相当的这个 就有弹性 我用一句话来讲 共产党常常用这个术语 他又误虚 但是他也误实 所以他给我的观念 给我的想法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将来面对 对岸这样一个负责主导 对台工作的 这样的一个 所谓他们的所谓的领导 这个情况之下 我想我们在对话的时候 我们在接触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制定证实的时候 可能不能再像过去一样的 或者一种僵化的一种观念 那么来思考这个两岸关系的问题 我们也必须要与此俱进 我们也必须要 中共在二十大以后 新一代领导班子 他们的想法 跟过去确实有不一样 因为内外形势不同 就像习近平讲 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我想我基本上我对这个 王富林以及对你刚刚提的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采取这个因应 表达我个人的看法 赵秀秀 你在昨天国民党的代表团 回来以后有一个记者会 你提到说 对岸多次提到他不喜欢打仗 也不愿意两岸中国人打仗 这个印象 你是一般的印象呢 你是听哪一位 你们碰面过的领导人讲过呢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因为这是一个 在昨天记者会里面 最强的一个事情 你能不能谈一下这事 我想我刚讲的 他们强调和平嘛 强调和平就是不打仗 就是不打仗 那当然外面外线 我看了很多绿媒 他们在批评 那么过去这几十年来 国共产党不是一直打仗吗 是不是 中共不断的对台 所谓的武嚇嘛 军机落台演习等等 你怎么说他不希望打仗呢 那我的感觉是这样 这也不是他们在这个方面给的答案呢 我感觉就是 因为他们这次对国民党的这一情 其实上是非常高规格的礼遇 那么他传达的讯息呢 就是国民党应该在维持两岸和平方面呢 应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因为国民这个民共之间呢 目前没有交往 那么民进党不接受九二共事 而且还有台独党纲 所以民共之间是没有互信的 不像国共之间有这样互信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确实希望国民党能够维持和平 这方面不要打仗 因为打仗基本上我想大陆很多人 至少我们接触的人 认为中国人自己的问题 两岸自己的问题 其实很多是不必要透过战争的方式 就能够解决的 不是每件事情你一定要输出于战争 那这个给我的这个非常的明显 因为大陆现在整个各方面 也都有很多的进步 那老百姓他们也希望过和平的日子 跟台湾一样 那只有一些政客们 他们有时候常常喜欢 这个为了本身的真正利益 制造一些问题 可是就整体来讲 我觉得大陆这次 我所访问的一些地方的领导 他们都把全心全意都用来地方建设 尤其疫后经济这方面 大陆的问题也蛮多了 他们也承认 包括发展不均衡 但如果两岸有战争的话 势必会让他们分析 而且消耗一些不必要 浪费一些不必要的资源 他们不需要这样子 发展还是硬道理 那你要发展的话 那当然就需要有和平的环境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他们跟美国方面也是维持斗而不破 不要搞到最后战争 这个是很明显的既然他跟美国之间都这个样子的话 那两岸更是如此 两岸同温同总 没有必要一定大家一定摧乎是瞪眼睛 非要打一下不可 这是我的一般 这是我的感觉 没有人跟我跟我谈到这个什么武装武力统一 武统打打杀杀的 我听不到这样的一个字眼 只是听到了很多的话都在描述 双方面应该有个和平的环境 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 用我的说法就是要创造一个和平共处的环境 彼此来经过一场和平竞赛 因为大陆方面他也承认在很多方面 台湾是有优点的 也值得学习的 我想他们这种态度其实我觉得蛮好的 没有说很多人说压巴了 压巴了 我没有这种感觉 这一次当然民进党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激进的 像激进党他们会批评这一次 这一团你们这一团去大陆的 不管是时机或者说大陆抛出来的讯息 好像变成大陆的统战的对象 那你对于这样子的说法 你觉得你的回应是什么 你觉得这样说法公平吗 你要了解什么是统战 统战这个是统一战线的字眼 也不是中共发明 应该从马克思当时在根据德国 这不要讲这个了 讲这个就变成历史了 浪费时间 我想最重要一点 其实统一战线大陆他就强调 就是希望能够交朋友 而且最更进一步希望能够话题为有 那他对台统战 按照去年 去年是中共 中国共产党提出统一战线这个政策的100周年 那习近平在这个统战 100周年的这个场合里面 他讲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就针对台港澳的地区讲了 他说统战对台港澳地区就是要争取人心 就是要争取人心 那换言之我们台湾很多人就说 你动动就是你要对我统战 对我统战 可是从另外一角度来讲 我们难道也不能对他统战吗 是不是 我们也可以对他统战 那么他要争取台湾的民心 那么对台湾来讲 最安全的就争取中国大陆14亿的民心 所以我觉得把这个完全用统战这个字来概括 今天中共的对台政策 我觉得可能是以偏概全 当然了 我们也要必须要知道 统战也不是 所谓统战也不是光真的台湾吗 你看他100周年的习近平的讲话里面 他大部分就谈到内部 你看尤其是如果促成这个社会的和谐 你看他必须要透过所谓 他政协就是这样一个单位 内部能够统和 大家能够参政议政等等 那么政治协商等等 统战他用的国外 也是对美国 不要一直认为统战 好像就针对台湾而发 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了 有时候是扭曲的 这一次在跟国台办主任宋涛在谈的时候 宋涛也提到 你也转述说欢迎绿营人士都能够到大陆来谈谈 走走看看 只要认同九二共识反台独的大陆都欢迎 这是一个大陆欢迎绿营的或者是民进党的人到大陆去的一个 一个正式表述吗 还是说很多绿营的人认为说我要到大陆去 我可能会要做某些陈述或者是违背我的本心 这样子我就不敢去了你觉得大陆是是不是真的欢迎绿营的人也能够到大陆 我觉得至少给我的感觉态度跟过去不一样了 跟当初刘洁一担任台湾主任的时候是有点不太一样 明显的 那么大陆现在应该更有战略自信 来这个结交台湾各式各样的这个朋友 来接触台湾各个不同领域或不同层级的这些群众 那这个宋超他们谈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意识到他们越来越觉得如果跟台湾少数人来交往 或者是抱团取暖 这是没有办法争取广大的台湾的民气 因为台湾基本上它是个多元的社会 不是只有一蓝银还有绿营还有什么中间人士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你讲了统战他要把这个饼做大 他要广泛的多层次的多渠道的来争取台湾民心 尤其是一些中下层 所以这是我们谈的里面 他非常重视两岸的青年人的交流 那么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他们现在整个了对台整个这个政策 在战术层次上面 战术层次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当然战略目标还是不变的 但他会更加的灵活 而且这个触角会更深 然后范围会更广 我想这是一个 因为感到过去很大的不同 所以绿营人士他欢迎来 可是问题是这样子 我们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那你基本的条件 当然你是要反对台独 他提出来要九二共识 在这个前提下当然都可以来了 那很多人讲那不是九二共识 这是大陆片面的一个标准 可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中华民国宪法本身他也是也是反对台独 那我们有主张台独的自由 言论自由 可是当你把台独 这个诉诸于行动的时候 那就是分裂国土了 我讲的过就是中华民国顾位领域 所以他们一直在想 台独不是也是跟你们宪法不相容的吗 我想的 那九二共识不是我们台湾这边提出来的吗 所以他提出这个条件 基本上是他认为台湾是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除非你要搞主意 考太阳就没话讲了 否则是可以接受的一个条件 那这个情况下 任何绿营人士他都欢迎 但是我们也看到 这个副总统赖清德 现在他是党主席 他在15号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说 对于国民党近期派传附中 我们要提醒 北京所定义的九二共识里面 并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这个跟目前 这个他他向来都说 我的大陆政策跟蔡总统是完全一样的 是不是一样的 你怎么看 现在议员人士提出来这个中华民国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历史什么 有点颠倒的感觉了 开始要维护中华民国 九二共识 他基本的精神 他的原则 其实就是双方都认为是一个中国 但是对中国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 对我们中华民国立场来讲 他指的中国当然是中华民国 当然大陆他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你有了九二共识 你怎么会没有活动的空间 什么叫没有活动的空间 我觉得在过去 当然你活动的空间 如果你指的中华民国是你要进入联合国 或者联合国相关的组织的话 这种可能性当时不大 因为中华民国 这个可以说是 尤其中美断交 或者是我们退出联合国以后 我们在国际舞台上 实际上就是必须要采取 中华民国以外的其他的名称 来代替中华民国 来参与国际这个活动 过去事实就是如此 我想跟英德讲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他抓入中华民国这个公约数 认为九二共识 跟这个相互的排斥 恰恰相反 如果我们不坚持中华民国的话 我们何必 还要跟大陆进行九二会谈 就是因为我们坚持 对方也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个情况之下 很多人间交往 就发生什么文书验证等等这些问题 所以才需要这个九二会谈 怎么能说没有中华民国 好了没有中华民国空间 如果你现在排斥中华民国 排斥中华民国的话 那九二共识里面的主体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 我觉得这到底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那你这个九二共识谈了很多了 坦白讲已经被污名化了 有时候我接着很多节目 我根本就懒得再谈这个九二共识 你认为他有就有 你认为他没有就没有 那你认为他有用就有用 你认为他没有用 那你就不要他 那我的感觉 我过去的经历 我认为九二共识是存在的嘛 就因为他的存在 那么两岸可以经由这个 所谓互信基础来进行交往 而两岸进行交流 才会维持两岸的和平嘛 然后在和平的环境之下 两岸才像马尊夫时代那样 订了那么多协议 包括AQA战略 他整个逻辑推演 是涨下来了 你自己都把自己的主体给否认了 那还谈其他的什么东西 我觉得民进党方面 这个台独党纲 那里面才真的是没有中华民国 是不是 我们常常讲他们说 中华民国台湾 那我就要问了 那你那讲了中华民国台湾的时候 你心中想的是台湾也是中华民国 你的主体是哪一个 那国民党来讲很简单 台湾只是一个 是中华民国其中的一部分 包括台邦金马嘛对不对 他不是全部嘛 那民进党的话 他根本就是 如果说是按照台独党纲的话 他应该是台湾共和国吧 来取代中华民国 所以谁没有中华民国 这其实招然若解很清楚的 很清楚 这个这一次你在大陆的时候 当然台湾的总统选举 现在剩不到一年了 这个你们 你后来记者会上面也说 你们没有谈到关于台湾的选举 但是你自己私下的了解 大陆现在目前对于台湾的选举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 或者是说 我们知道过去在每次选举的时候 大陆都希望能够 有某个程度的介入或影响 现在他们怎么想 那你中共表面上他都标榜是台湾选举地方事务了 他不会干涉 不会介入 但是因为选举影响到他的对台政策 影响到两岸关系 他当然会很关切 介入 关切 但是他不介入 他不介入 那当然这次为什么不谈选举呢 因为谈没什么用 我们没有办法 他们对选举关系也许提出一些问题出来 但是我们 这实行的目的是不是谈这个东西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没有办法提供答案 比如他问我说 国民党谁会出 就没人能够打得出来 对不对 我就算是国民党副主席 我们现在讲我保证他也不知道会是谁 既然谈这东西出来 很多事情是未决定 那你讨论这些干什么呢 就没有意义了 何况他认为 选举赢不赢 要看你国民党自己 你如果不生气的话 你光靠外力来帮忙 或者是甚至中共来帮忙 那你根本是达到那个效果 有时候你太强调中共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的话 那对台湾现在来要获取选票 台湾的选票来支持国民党 那是非常难的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根本就既然这样 谈也解决不了问题 那谈一些浪费时间 还不如就不谈 我们花时间谈一些别的 谈的比较急迫的 谈是比如台胞台商 权益 比较跟老百姓他关怀的 关心的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 那将来 比如国民党获得执政地位以后 那么进一步也许对两岸的支持安排 会经过一些协商来处理 或者来解决 在眼前最重要的不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每在一个地方停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去的地方很多 那不想浪费时间在这个虚无缥缈的这些东西 这个让他打转 所以还谈一个比较务实的东西 台胞需要什么 不不不不我还是把题目还要再拉回来 就是因为在过去大陆每次在选举以前 如果说他要用文文武贺的话 往往出来的结果都是负面的 不利的 这个事情他们是不是应该已经得到了教训 他们不会这样子做 因为再这样做下去的话 这个相反的 这个民进党也很会利用这个方式来做操纵 在选举里面得力 那你觉得现在他们是怎么想这个事情 我刚才讲了 选举是台湾自己的事 那他们过去叫你比如说捡到枪 或者捡到蛮果干 来获取一些选票 我想他这里面也真的也寄取了一些教训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那么他北京方面他当然对台政策 他有权利去表达 是不是 他有权利去表达 那你这个国民两党 当你想要考虑到中共因素的时候 那你当然你会有些选择 你会有些选择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 所谓这个选择就是 你不要拿半石头砸自己的脚 是不是 不要半石头砸自己的脚 那你跟大陆方面 能够奔成你选票的一个有利的一个工具的话 就拿出实际的成绩出来 我刚才讲了 你比如说两岸 因为国民党的从中协调 那么在企业或者在农育团体里面 得到了很大的 获得很大的成果 那我想这方面老百姓看在眼里 他当然会 当然就会支持你 我觉得基本上 还是国民党 有没有能力 有没有能力跟对岸 对话协商也好 那不是谈判 对岸协商 来为老百姓争取权益 而国民党这套方法 这个角色来跟解决问题 而是民进党他没有办法 没有扮演的 你不能做到 我可以做到 老百姓晓得 我觉得重要是在这个地方 那关于这个 我再问最后一个事情 就是说 你觉得大陆现在对于赖清德 比如说现在看起来 民进党应该就是 他可能代表民进党来选了 有没有定性 就是说他是不是一个大陆 还可以交涉的人 还是完全对他已经放弃希望了 这个包括这里面也很敏感的 就是说 是不是试图还可以跟赖清德 还可以有对话的空间 还是你觉得已经没有了 我觉得当然要看 邀请德会不会调整他的 原来的一些想法跟政策 他讲过他是务实的财务工作者 那么中共怎么会跟那个务实财务工作者 这个来对话 有人强调说务实这两个字 就是代表说他没有做到那个程度 是不是这样可以解释 不应该这样 我觉得务实是没有 我觉得他务实的意思是说 他不该讲台独的就不会讲 我知道我的看法是这样 这才叫做对不对 不是没做到对不对 是他觉得我心里是出装台独的 但是大的环境不允许我做不到 所以我还继续有这个信仰 但是我可能不会去推动 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觉得你讲比较对 我知道我个人这样想法 我另外还有一个事情 当然就是在两岸之间 不是纯粹只有两岸 当然是跟国际有关系的 现在比如说 这一次这一团 你们这一团去大陆 其实华盛顿那边就有一些声音 认为就是现在是不是跟大陆 太国民党跟大陆 是不是有一个说法 叫令人不舒服的友善 就太友善了 这是一种说法 另外有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马上麦卡锡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要来了 我们看到有人问了国民党中央 包括这个国际部主任 包括主席都已经表示说欢迎了 那这个会不会也让北京方面会不高兴呢 会不会变成在这个里面立场 两边都可能得罪不容易能够来来做 你怎么看 其实麦卡锡这件事情 我想大陆方面一定做好一些 事前的规划或者沙班推演 他会采取什么样 会采取什么样一个反制的行动 我认为可能反制行动还会蛮大 可能问题在两岸如果有对话的管道的话 那么我想对于这个台湾方面 对大陆方面采取具体行动 台湾会做什么反制 不会出现太极端的一个反应 那么回击双方们在这边就是点到为止 但是如果没有对话的管道的话 当然当然变成耳鱼我诈 你会产生这个产生这个误判 所以这就是我认为两岸一定要持续对话的原因 那当然了这个麦卡锡能来台 或者能不能顺利来台 顺利来台 这也涉及到美国内政的一些 美国内政的一些问题 我想这个大陆方面 这方面美国研究也是很多年 我想他们都应该想到这个问题 后来你后面问你什么东西 后面就是说这一次华府有些人对你们去 他觉得不舒服 我不觉得他不舒服在哪里 我感觉不知道他 我真的不知道他不舒服在哪里 这是我们跟两岸自己的事情 是不是 我大概不会讲说你跟美国 你美国跟大陆这样的交往 我们很不舒服 确实如此 1979年的时候 卡特政府建交的时候 匆匆忙忙的告诉金国先生的时候 那时候我觉得很不舒服 那我现在跟大陆交往 国共现在目前交往 你怎么不舒服 那么你可以跟大陆交往 我们不能跟中共交往 你可以跟你一个潜在竞争对手去来往 我们就不行 这可能就是美国希望的 他自己希望能够跟美国交往 跟大陆交往 但是不希望台湾跟大陆之间能够交往 我觉得这样是这种心态是不对的啦 这种心态是不对的啦 一个国家在外交上面如果能做一点都没有办法有自主的权利的话 那这个应该是非常态啦 我不认为这次对台湾老百姓是好的啦 我认为就是台湾一般跟美国维持一个关系 同时呢 他能够赶快恶补 或者赶快弥补过去忽略了的两岸关系 这样才能符合台湾的最大意义 但你中间如果拿捏当时蛮重要的 蛮重要的 那么大陆方面我们看得出来了 他用各种方法来争取台湾嘛 那美国有时候也在争取 可是美国有时候常是口味而实不知 口味而实不知 所以中美台这个三边关系 跟国共两岸之间这个关系 这三边关系里面可能会添一些变数 这个变数我现在是很难预期 主要因为美国他要选取 所以不仅是台湾选取 可是美国要选取 所以这一年一年多 我感觉到这个两岸关系会变得非常非常复杂 我这样问你 因为有的人是这样子批评的 说国民党他的整个外交的思维 跟世界严重脱节 又有讲说这个对中国政策没有与时寂静 他的意思就是说 美中现在已经对抗到这个程度了 怎么能还留在过去认为 国共之间可以能够维持好的关系就够了 你现在还是得要看到后面这整个世界架构 受到这个事情的影响 你觉得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 因为尤其是你们去大陆的时候 碰到气球的事情 对不对 那个即使是如果说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那个时候原来是布林肯要去的 那这是两个可以是相互平行的关系 美国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 国民党也跟中共改善关系 可是现在是走一个相背的一个关系 会不会有影响 布林肯那个 不是 我说气球世界没有影响 因为它要早规划了 谁晓得我忽然出转这个气球 是 我想这个不会 应该不会有影响 但是台湾在制定大陆政策的时候 坦白讲了 还是美国态度也是很重要 我必须要趁美国态度 只是过去多这些年来 这个蔡英文政府时间 我们把过度的注意力 注重在美国的看法 或者美国的影响 我们忽略的其实还有另一边 另外一个强前 它跟我们的关系 可能在历史文化 这个血统各方面 也许跟美国的关系更近 可是我们就是把它忽略了 把它忽略了 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们去大陆访问 国民党这次大陆访问 那并没有 我想这并没有引起 除了刚才少说的例子 并没有引起美国 好像是很大规模的去反对 并没有 我想我们要事实证明 就是国共 其实两岸就本来就为和平 两岸没有办法来和平的环境下 那么国共愿意扮演这样的角色 那美国应该是体认这样的一个 我们这样的一个行动 应该是符合美国地区的利益的 什么国家政策都要看它利益 我才问美国 那我们两岸打起来是合乎你的利益 也是我们两岸和平共存 是符合你的利益 美国你自己要去想 美国自己想 那现在的感觉 让很多人台湾老百姓感觉 好像是美国 他现在就是把台湾当做一个 好像是当做一个旗子 用了就丢 用了就丢 确实有很多人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美国他 应该首先就要 采取一些行动 要避免这个想法 或者打破这个想法 那否则的话 不要是中美战略互议 两岸的战略互议 也会随着升高 也会很严重 你看李布什 李布什跟那个 王岐思当时写的 战美战略互议 那南希塔克 一个我比较熟的一个学者 在过世的 这Jory Tang 台美这个 所谓这个 相互不相信 不信任 这个情况也蛮严重 而且蛮长的时间 蛮长的时间 所以总而言之 我觉得还是 不要随便选边站 还是不要选边站 像台湾你必须要跟美国 选边站没关系 你也不要让美国觉得 你的忠诚是理所当然 是不是 take loyalty for granted 所以你就该那个 那么我不跟他玩 你也不能跟他玩 就这种概念 我们小时候玩加压酒 不是啊 是不是 你不能跟他玩 为什么 因为我不能跟他玩 国际政治没有这样子 一起强调利益 强调利益 非常谢谢 这个赵先生教授 跟我们来谈这一次 出大陆之行 谢谢赵先生 希望这样还有机会 好 谢谢 也谢谢各位听众收听 我们下次见 上网搜寻vip.udan.com 到联合报数位版 看更多精彩的报道